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桑文达书云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终于是来到了这个DOTA深渊联赛第五赛季败卓组的决赛由菲斯勒斯对战OG的比赛 这场比赛UUOG没有去搬屠夫啊所以菲斯勒斯也是果断的掏出了屠夫啊 那这个屠夫应该还是BLACK去打 如果是BLACK去打这个屠夫的话那么他们的一号位应该是由这个CUNFUFZD去操作 这个单子我不会念啊我不会念这个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估计也知道我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啊 所以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后续的一个BP情况 那么这场比赛这里啊对我这个弹幕好像是忘了改了 这场比赛前两手的搬人方面菲斯勒斯选择搬掉的是土猫 Jerox的土猫还有一个毒狗OG搬掉的是伐木机和小强 这个搬伐木机主要是还是针对了一下咱们的金闪闪同学 金闪闪的这个伐木机确实还是比较溜 OG的男人方面一手是直接给NA拿出安娜拿出了这个火猫 然后在第二手选择拿了一个大鱼 第三手拿了一个冰女 冰女这个英雄在很多的这种欧美的战队里面是有很高的一个优先级的一个英雄 就他是在对方缺乏足够好的打断技能的时候 他是一个超级超级变态的一个英雄 就他的团战输出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遭不住 就别人真的是真的是有点扛不住他的这个输出很可怕 我们这里由于这个比赛也是刚开始 我们愉快的去发一波这个通告 愉快的去发一波通告 我每次也是老忘了在这个就是开始录制之前啊 把这个这个通告提前发出去 每次都忘了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啊 稍微占用一点点的时间 男人方面 菲斯勒斯选择是在第三手拿出拉比克 第四手是拿了一个小鱼 这样的话应该是black的屠夫是已经确定了 moji在第三四手扳掉的是一个人马 还是在针对金闪闪同学 金闪闪最近的这个 他的这个三号位打的确实是不错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版本的三号位英雄来说还是比较多 英雄来说比较多 所以这个你想靠搬人把这个三号位搬光 尤其是在即便是最后对方最后一手拿这个英雄 也很难去达到做到这一点 另外就是有很多的英雄就是作为三大兵来说 三大兵能够打的这个英雄其实是蛮多的 而且菲斯勒斯其实有一种套路就是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让三大兵去打一 如果有必要的话因为可以让这个C1他去打这个三号位 然后让金闪闪同学他去打一号位 因为他在这个以后我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一号位 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打一号位的能力 你不要考虑说他打一号位打得多好 但是他有打一号位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赌注下的有点大 赌注下的有点大 因为他们等于两个人 三个人都不在自己原先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赌注下的有点大 求稳战的话还是要去拿一个三号位 大叔的流动摊位表示什么 微信群没了什么你想说 OG在最后一手选择搬掉了马格纳斯 还是在针对三大兵 继续针对三大兵 但是现在三号位的位置上杀王还在 就是常规的三号位啊 我们是指常规的三号位 现在杀王还在 OG拿了一个敌法师 敌法师 这个有点意思了 敌法师在这届比赛当中应该也是第一次登场 第一次登场 在最近很多的比赛里面他都是第一次登场 敌法师确实好久没有人用了 不过OG这支队伍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支队伍 我比较喜欢这支队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敌法师这个 这支队伍他们真的什么都敢用 什么都敢用 看一下斐斯勒斯的最后一手英雄 斐斯勒斯的最后一手英雄 斐斯勒斯的最后一手 目前他们的这个三号位 求常规的位置的话就是一个杀王 因为时间还比较充裕嘛 其他的三号位的话 智力型的三号位 或者打钢贝也行 钢贝的三号位出秘法梅肯的那种钢贝 就可以不出秘法 可以就出个梅肯 秘法出不出无所谓 反正钢贝这个英雄智力成长比力还高 无所谓 斐斯王这场比赛有点笨重 斐斯王比较容易被对方6 大鱼兵女 还有蓝胖的这些人 这些人包括这个火猫 还有敌法 这6这个 这个 斐斯王太好6了 有可能会选 斐斯勒斯最后一手拿了一个水人 哈哈哈 这有可能是个罚战水啊 是个罚战水啊 斐斯勒斯也也起来了 也也起来了 这个拿了屠夫以后 斐斯勒斯表示自己浑身充满力量啊 应该是个罚战水 罚战水一号位的鱼 罚战水人其实 呃 他是具备转后期转物理的能力的 因为对于水人来说 他的罚战水无非就是我多转点力量 对吧 其实 其实罚战水 就按照大哥位水人的出装去出 然后只不过打架的时候 我就是全都转力量 全转力量 然后在这个不停的给你罚战罚战罚战 然后当我装备转的差不多了以后 就装备出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其他的人的这种辅助装也都凑齐了 然后我直接把属性力转 马上没打个 也可以 水人这么打也是没问题的 来看一下这样比赛的一个实战发挥 这场比赛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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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直播间观众表示说还是敌发师一个A仗的就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你的你说的这个前提是敌发他得出A仗 敌发师为什么就是他在有了这个A仗效果以后 使用敌发的人仍然数量并不是很多 其实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出在敌发师这个英雄他需要的装备太多了 这个是敌发师要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需要的装备实在是太多了 最简单的狂战必须要有 甲腿必须要有 分身斧必须要有 这三个必须要有了以后呢 然后大云锤必须要有 蝴蝶和龙心二选一必须要有其中的一个 然后你拿完这些装备以后 你就会发现最后一件装备 你如果出一个A仗的话 A仗说到底对于敌发师来说 你只能挡一次技能 而且只能挡指向性技能 他的实用性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你还要出一个BKB 你还要出一个BKB 所以就是你敌发师这个英雄 他最后一个装备栏 你到底做什么装备 这个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因为你不可能光考虑说 对方有一个水源的罚站水源的激光 这个听个的激光怎么办 拉比克的菊和拉比克的肉化能流怎么办 屠夫的窑怎么办 这些问题你都要考虑 你不可能说我拿着这个敌发 有A仗效果 我就一定要出一张 这个是不科学的 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敌发师的这个A仗 到底是不是要出就是有问题的 而且一旦你出A仗 这个A仗第几件出 就是你的狂战 你的分身斧 你的甲腿 甚至还有很多敌发师需要在前期去做一个这个祭品的 就是你这几件装备的优先级肯定是最高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几件装备之后 如果你选择出一张 那么你的输出在哪 这个也是敌发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下一件装备不出A仗 你直接去补一个输出装 比如说你准备补一个这个大云锤 或者直接去准备做这个蝴蝶 或者龙心二选一 你做完这件装备以后再去做A仗 是不是还来得及 这个是现在就敌发师还没有出场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大家还没有把这个敌发师开发到 有一个稳定的出装的套路和顺序 然后足以让他在比赛当中去应对对方 主要问题是出在这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敌发师可以上场的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OG的这个阵容 呃 灵动 足够 但是呢 谁去扛 谁去扛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场比赛OG敢于给NOTIO去打这个敌发师 不知道是他们私下是不是有真的好好地把这个体系有练得很熟练 呃 但是这个敌发这个英雄现在真的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 真的是要慎用 你必须要有自己一套足够成熟的体系才能够把这个英雄给打好 难度真的是蛮大的 собир了什么东西 然后点击 击点击二 任何 这些比赛刚上来 是表示卡顿 而且这个情况看来还挺严重 大叔问一下 选手比赛中可以上厕所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来说 比赛当中是不推崇这样去做的 而且大型比赛中途 一般来说都不会允许你去上厕所 因为一般线下大型比赛的这种线下赛阶段 线下赛阶段一般都是有现场很多观众 你如果说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原因 需要去上厕所 然后导致很多的观众 在这个地方只能等着你的话 这种行为一般是比较容易掉粉的 比较容易掉粉的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线上的比赛的话还好一些 线上的比赛的话你随便找个借口去就完了 但是线下的比赛一般来说是比较不推崇 但是你实在憋得不行 你也不可能让他在这个房间里边尿 对不对 咱们要讲道理 关于就是咱们这个观众这边现在又开始 开始去纠结这个敌法的这个后期能力了 敌法的一个后期能力 敌法这个英雄 他的优势优势是刷的快 他的优势刷的快并不是他有了装备以后有多强 他的强的点是在于他刷的快 带线强切入强 可以比较方便的切到对方的后排 所以他的优势是对于后排 大叔你觉得哪个英雄能单挑三万敌法的 其实你这个话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应该把这个话反过来说 是三万敌法就所有的后期能够称作后期carry 兄里面三万敌法师能打过的英雄真的不多 就是讲道理的说真的是不多 敌法师不是一个很强的carry 他只是刷的快 敌法师打所有的英雄都必须有装备碾压 没有装备碾压的敌法师去打很多的carry 就因为这个神单啊 神单的这个理念 其实是很很坑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不推荐大家 就我不推荐大家去 去纠结这个神单的这个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敌法师绝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carry 他真的就是切入墙 带线墙刷钱块 然后可以打装备碾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你真的指望他说 你能让这个英雄想要靠着他 就最简单的例子 剑胜他肯定是打不过 对吧 剑胜他肯定是打不过 还有反正就是很多英雄他都打不过 其实所有你能数得上号的 这种强势的这种一号位他都打不过 这里Jerox的蓝胖子 Jerox蓝胖子 这个地方冰女 Fly的冰女 这里给一个冰 但是救不下来啊 Jerox这个地方一级生的是一个视觉术 最后是被JBC的一个激光拿到这个人头 交出了一份遗血 这样的话JBC出门直接是 吃福加拿一解 这个瓶子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关于神丹的这个比较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纠结这个问题 其实神丹的比较是一个很 很愚蠢的一个说法 真的是真的很愚蠢的一个说法 因为很多英雄 就每一个英雄 DOTA2他这个游戏的魅力就在于 每一个英雄 他都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 你如果就是又就非得说 我要拉头硬磕 就头脸贴脸的去硬锤 这个东西也还要看脸 对吧 你也还要看脸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不要过多的去纠结于神丹的这件事情 但是敌法他的 就是你要看一个英雄 他后期厉害不厉害 第一个看他的被动技能 第二个看他被动技能的数量 第一个看他被动技能的数量 第二个看他被动技能的质量 第三看这个英雄的基础攻速 这基础攻击间隔 这三个是决定了一个英雄 到了后期 有没有足够强的能力的一个点 这中路两个人刚一开始 都是拼的比较凶 JBC跟安娜的这个火猫 两个人上来 就是把自己的血量全部都拼光 但问题是这样拼光血量的话 其实对于Tinker来说压力不算大 因为我拿了一个一血 拿了一个服 我一上来 稍微补几个刀我就可以把瓶子买出来 我吃一个大药也无所谓 我很快可以把瓶子做出来 我做出瓶子来以后 我可以继续跟你这样耗 我虽然说在前期 比你多吃了一个 比你多吃了一个圣坛 但是我多吃了一个圣坛 是家里的圣坛 我吃了不是外边的圣坛 金山斩的水人这里一级 是转了一级 他这个属性是比较适中 放的比较适中 小鱼这个地位置 能不能来得及跳走 这两个大汉实在加温视觉以后 这个个头实在是有点大 这小鱼卡出来了 卡出来可以跳走了 金山斩这里一个波浪行大 直接走 修不将这个位置 现在在中路 这个慢慢的就要体现出来 他这个优势了 他现在已经拿到 这一下普通攻击没打出来 JBC这波吸引兵的伤害有点多 这里给了一个导弹 炸到了对方 我去 这个安大这波 这场比赛这个运气 真的是爆炸了 空血吃恢复啊 空血空蓝吃恢复啊 这个 这个空血空蓝吃恢复 有点厉害了 看一下下落 下落这里举起来以后 屠夫 屠夫 有勾 屠夫有勾 这里前四眼还差一下弄不死 JRX依靠自己的这个体格还在硬扛 要小心屠夫的勾啊 这里冰女赶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威 给上一个威以后想要去击杀掉对方的屠夫 不过屠夫及时的关掉了自己山上的这个腐烂 没有死 屠夫应该是 按道理说屠夫可以自杀呀 这个可以自杀呀 金闪闪在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他没蓝了 而且山上并没有魔法 哎 这地法不追了 也是砍不死了 对方没有蓝的话 虽然说没有蓝逃跑 但是确实这个地法砍人也不疼了 目前补刀方面 地法师的这个补刀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19-13的一个正反驳 在上路发育是非常非常的稳健 这里一个捆 安娜这里捆的时候 这个走位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那么是被对方那个抬了 仰下 赶紧和平再把血给补回来 听我们这样 现在这个前期 呃 拿一血的这个优势 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了经验上面 在经济上面的这个优势 还真是 不是很明显了 慢慢的 尤其是在血量和补刀方面的优势 这JB在这里满蓝 这里安娜有可能要出事 这波他没有鞋 对方TK有鞋 哎 这回 这个回头 这里还在追 JBZ这里还在追 JBZ这个细节操作啊 有可能要被反杀了 这个蓝胖子 这追着A要A死了 直接 还不舍得回头给激光 还不舍 哎 回头反杀掉了火猫 安娜这个还是年轻啊 这休不将 5级升了个3级激光 下落这个前次 大鱼再次被击杀 呃 不对 大鱼好像是第一次 大鱼好像是第一次 之前在下落死的 都是这个蓝胖子在死 安娜的这个火猫 真的是 真的是年轻了呀 这冲上来挨了一个3级激光 关闻 那个咱们直播间观众就是最好是说跟这个现在的这个这场比赛有关的问题我会回答 呃 跟本场比赛没有关系的这个咱们回头放在这个剑比赛的中间的这个休息期 休息期我来给大家回答 我会挑着我会的给大家回答 我会的呢 我就给大家说啊 我不会的我就给大家胡说 前四爷的这个大鱼在下落其实补刀现在很顺 小鱼在前期是打不过这个大鱼的 你别看小鱼有偷属性 这个大鱼其实已经算是很人道了 他前期没加被动 这个大鱼前期要加一级被动 跟这个小鱼小鱼难受死 打着打着莫名其妙被打晕一下的有可能被杀 因为前期体格差太多了 你小鱼前期毕竟是个敏捷性英雄 而且你敏捷性英雄你的敏捷成长还很低 你的力量成长还只有1.6 人家大鱼作为力量型英雄 人家力量成长2.8 比你就每升一级 每升一级这个大鱼能比这个小鱼多20点血 你这一级无所谓 你三四级初级 这可就是一个技能的伤害就没了 JBC这波被对方这个加速加上嗜血的火猫 是追了一脸 但是这个火猫身上的 这个勾 去Black这个勾量了 但是安娜的这个火猫 为什么感觉这场比赛这么 这个就是感觉这个火猫将比赛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僵硬 打得很僵硬 这个火猫 就是技能放出去的时机和 就是遭遇对方的这个时机都很尴尬 他现在特别尴尬的一点在哪 就安娜的这个火猫 他的二级火盾扛的伤害是200 但是修武将作为一个法系爆发超高的人 他的这个导弹的伤害也是200 所以这个就这个就很难受了 这个对于火猫 虽然激光不破火盾 虽然激光不破火盾 但是导弹是破的 激光是直接打在你的脸上这个伤害 他破不了火盾 他可以被你的火盾 没法被火盾给顶掉 但是也破不了这个火盾 但导弹可以 这安娜这个其实就是缺了点 其实不是缺点等级的 这个技能加的有问题 技能的加的一级物影拳 激光啊 哎呀我的哥啊 不是你加他什么情况 你真的是心态崩了啊 这场比赛 这个就是我在上一场比赛 在快结束的时候 我一直在说 我就我就很担心 OG在抱着这种心态 如果进入到一个败者组的话 尤其是安娜这个点 他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人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心态要崩的 他刚才真的这个红包 这个现在真的是崩了 这场比赛我估计 给NOTEL拿这个敌法师 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 考虑到这个因素 给了一个捆 对方这个土拨 土拨出勾了 准备不出了 对方这个红包 毕竟已经到6了 这个真的是心态炸了 这个比赛打的 这种失误 真的是不应该出现的失误 很没有道理的失误 这都属于是 上了NOTEL 这场比赛 真的就只能看NOTEL NOTEL目前这个补刀 倒是很稳 而且他出了一个支配 所以这个 出支配的话 他可以不用去考虑出 祭品这个道具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样的话 他可以前期 就是在没有狂战的时候 他可以提前 提前进入野区去发育 直接出一个 直接用现在这些装备 就可以去打野了 他不需要这个 非力说我带一个 带一个狂战才能进野区 实现无伤打野 我只要带个小怪就够了 其实对敌法来说 前期打野最快的选择 就是能够帮助敌法 最快的去刷钱的野怪 是那个会加血的 那个小小小一级 就是一级野 就是小野里边 会加血的那个小野 叫什么巨魔 什么牧师 那个东西 带一个那个东西 敌法是打钱是最快的 那个野怪 他加血这个功能没用 但是他有一个回篮光环 他有一个三点秒回的一个光环 那个三点秒回的光环 可以让敌法师在5 就可以非常奢侈的 去用这个闪烁去赶路 打野的速度 就是你不管招哪个怪 在前期你没有足够高的 基础攻击力的前提下 你的你招哪个野怪 对于你的这个打的速度 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但是这个移动速度提升 是很直观的 前四爷一脚踩 踩出了小鱼 这不前四爷硬生生 是没死 依靠这个魔伴 看一下这拨开悟 安娜和杰洛克斯的 蓝胖子的一拨开悟 这就预见了UTC 给上一个减速 火猫扔一个魂过来 捆住 UTC这里可以举一下 往回中 还是没有能够形成 有效的一个 这还真有机会 还真的有机会 JBC这里过来以后空蓝了 JBC空蓝了 安娜的火猫在人群当中 最后是被金斩斩的 一个E直接带走了 变体攻击 把这个带走以后 小鱼过来 是收掉了一个 赶过来的fly的冰女 这样了 OG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 打的有点崩 目前来看比较稳健的 就真的只有 NoTile这个点 现在目前发育的 比较正常 甲腿和支配以后 下一件装备 目前还没有要做的意思 还是要出狂战 狂战一个道具 低价啊 对 买虚武宝石 这肯定是要买虚武宝石 他低价买一个虚武宝石的话 就可以私意的用这个 Blink去赶路 然后呢 去尽快的去打野 其实前期对于敌法师 这种基础攻速很低 有 有捕刀斧 然后攻击力成长 还算是不错的 他有2.8的敏成长 这个攻击力成长 其实算不错 有比较不错的一个 攻击力成长的英雄来说的话 赶路的时间 其实是影响打钱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将比赛蓝胖子这也是厉害的游戏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会儿 不知道不用着急 这套比赛到目前来看的话 大鱼三号位 前四爷这个大鱼的发育呢 有点崩 应该说还是 不是有点崩 他这个发育还是不错的 那谁有点崩 安娜有点崩 看着大鱼去说说火猫去了 因为大鱼这套比赛在下路 跟小鱼的对线 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捕刀树 他的这个跳刀 拿出来的时间是11分钟 12分钟拿到手里面开悟球队伍去找第一波节奏 现在他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是他跟谁去杀人 他配合谁去杀人 这两边开悟撞撞 撞悟了 Black这里直接顶在第一个儿 金蚕染的E怎么给 这波好像是要团灭 NUTZ这里举一下打断 JBZ赶过来以后先秒掉冰女 再刷一波机器人 安娜的这个飞魂 这个C都能空啊 这样的C都可以空的了啊 这样啊这一波开悟双方式完成一波酱油的互换 酱油的一波互换冰女换了对方的一个屠夫 OG这一波开悟应该说还是有些效果 这个大鱼现在已经是做出跳刀的话 他这个第一波节奏带的 运气不太好其实 正好赶上对方屠夫也是这个时候开了一波悟 带着队友出来打了一波 这线上金蚕染的水人在线上直接被对方一波游走几下 OG这个阵容就是在大鱼有了跳刀以后 火猫就有空间去刷钱了 大鱼有了跳刀以后 他可以去四处带节奏 他在带节奏的时候 这个火猫就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的话 他就可以去踏的是爱 这安娜真的 这遭遇到对方的一个拉比克加上刷的一点机器人都能被打成这样 Notel的经济已经是来到了6200 超过了对方的Tinger超出了1000块钱的经济 拿到自己的坚身球 坚身球到手以后就可以更加开心的去打野了 支配一个看看支配带的 支配了一个对面的金盘兵 其实现在这个版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拉一拉远古的 嗯就是拉一拉这波远古 这波远古比较好拉 可以带一个怪去拉一拉这波远古 然后囤一点远古出来 给地法师直接过来砍 来一盒勾 哇 其 哦 black的这个勾啊 这个勾啊 从这儿勾到这儿把这个火猫给勾死了呀 小鱼这个时候做出了引刀 那么这样啊 菲斯勒斯拿着小鱼的引刀的话呢 可以找一找机会 只不过这场比赛这个小鱼确实发育的有点慢 他的这个引刀出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晚了 将近三分钟的时间 只不过现在火猫的经济确实有点出奇 这场比赛 呃 敌法师这个英雄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复制了一个大鱼的幻想 大鱼现在确实血比较长 小鱼这个引刀第一波过来 一个定身 定住了以后 水人过来直接收掉对方前四眼 安娜的火猫 在一个地方 black这个勾 骗一下对方的左卫 这个team没有躲开对方的技能 赶紧加一手 加一个 诶 又被溢住了 又被溢住了 这个晕的时间很长 过来打一套 这里飞一个魂走 小鱼跳中 安娜再次被击杀 这个队友都在有序撤退的时候 这个安娜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浪啊 他想去掩护自己的队友 但是掩护队友不是大哥该干的事 你真拿自己当酱油了呀 我的天啊 虽然你现在这个经济跟几方的酱油差不太多吧 这个勾勾这么乖 小鱼跳过来 这场比赛应该说OG现在虽然说场面上有一点崩 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局面是在慢慢的向OG这边倒的 其实这个比赛的局面是慢慢的在向OG在这边的倒 因为敌法师现在他的狂战快出来了 敌法师16分钟有7400的境界 到现在为止一杀零死零助攻 已经补了120个刀 这个敌法师这场比赛的发育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大鱼用这个踩骗了一个小鱼的C 然后一刀踩踩住 再给人一个V 小鱼这个地方蓝没有多少了 跳走 但是没有蓝开C 这个小鱼要死 这样呢敌法过来以后一个大收掉一个空蓝的小鱼 这样比赛这个局面慢慢的在向OG在倒 虽然说这个火猫一直处在一个很心态很爆炸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这场比赛确实又穷 然后死的又多 已经死5次了 两杀5次一助攻 但是这场比赛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不停死的火猫身上的时候 这个敌法师就像隐身了一样在无断的刷钱 这样啊敌法在17分钟的时候拿到自己的假腿支配加上狂战斧 刷钱的节奏已经刷了 已经马上就要挡不住了 而且敌法师这个英雄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比较方便去找这个Tinker的 Tinker这个英雄在线上 就算是现在这个Tinker发育的还算是不错 已经拿到自己的跳刀 但是这个Tinker仍然是比较害怕敌法这种英雄了 就是贴身砍你几刀以后呢 你这边拦的稍微下的差不多了 我直接一个大就秒了 毕竟蓝太多了这种英雄 而且由于有蓝胖子的存在 敌法师这场比赛不需要去出攻速装 他就是把分身斧做出来以后 这一场比赛的后面就全做输出装和生存装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做攻速装 就是蝴蝶这说白了更直白一点 就是蝴蝶这个道具他可以不用出 他不需要用蝴蝶提供的这个攻速 他最多 他最多是需要用这个蝴蝶提供的这个闪避 有可能就为了大小鱼出一个蝴蝶去做闪避的这个树枪 但是这场比赛如果说他的队友 看一下大鱼和 大鱼的出装是在走往主力在走 这场比赛大鱼出的是假腿 因为他第一件跳刀出的时候 他身上是一个草鞋 有一个跳踩 没有踩住 对方的这个Tinker也直接一个跳刀走人 大鱼这场比赛 他的B张如果出来了的话 对方的这个Tinker是很难受的 Tinker只能指望自己的激光 打到对方的身上以后 能够自己来得及去逃出去 就在激光打到对方身上以后 能够逃得掉 但问题是很难 因为你激光打到对方的身上以后 对方的这个点灯也打到你自己的身上 你想依靠跳刀去逃命的话 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大鱼如果要是走这个输出的话 其实第一点招卖出这个B张 不如出连击刀来的话算 他出一个连击刀去杀对方 这个Tinker是很爽的 大鱼是一个很适合出连击刀的英雄 火猫在这段时间 由于这个敌法师在不停的带线 而且由于这个 这里定一手 安娜又成对方的这个集火的一个目标了 给小鱼过来定一找 但是S4感觉是要死 最好的一个比赛 但是现在这个罚战水比较恶心的就是在于四大兵这场比赛是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全身心的要投入到自己的控制实验当中了 那下一件装备准备要去做一个 这是以太之境 做一个以太 做完以太以后 这场比赛他再往后出的话 可以出点什么 羊刀啊 什么什么风胀啊 什么之类的道具 然后你就会发现 谁是一个人的空击撒 遍体攻击打一个 风胀吹一个 羊刀扬一个 然后你这团人就没法接了 NOTEL这场比赛 看他接来的装备 肯定还是要先把这个 分身补出来 分身是一个 敌法带线必备的一件装备 难啊 虽然说现在局面逐渐的 这个OG是把这个局面给hold住了 但是这个火猫 这个火猫刚才我看他的时候 他身上的经济就是6000 他现在还是6000 他已经半天 这个经济是零增长了 这屠夫一个勾勾中 咬住 直接击杀 跑不掉 这种就属于跑不掉 秦四爷这里有一跳刀 是用不出来 所以没有办法去跳出来 去救 这也要反打 这波还要反打 NOTEL已经过来了 拿不了 拿不了 NOTEL回去继续去刷钱 这个火猫这种比赛 你看他现在还是6000 火猫的经济已经很长时间 是一个直线了 而且这个直线是横着的 而且这个直线是横着的 雪儿这场比赛还可以考虑去出一个A杖 但是可以考虑去出一个A杖 就是他做一个A杖 然后呢去复制 可以考虑去复制屠夫 屠夫复制一个屠夫 然后呢 没了没了的勾人 得定一手 NOTEL NOTEL这里被自己的幻象也是砍得很疼啊 这一波 蓝量被砍掉了一多半 水人直接是一张TP也飞走了 下路是小鱼在带 小鱼这里夹得引刀以后 下辆装备还是比较稳健的选择处理回音战刃 我们这样的这场比赛应该还是要在拖很长的时间 因为现在NOTEL她的装备不成型的话 OG是弹不上去优势的 火猫这场比赛如果走这个法系火猫的话 必须还是要去拖等级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等级 你看他到现在为止火猫13级 敌法17级 这个中单的火猫跟自己 只比这个酱油的水晶侍女高一级 兵里居然没有选择加攻击力 这个还没有创业 敌法这里的天赋选择的是 10点20点攻击力和250点生命值 他没有选择去加这个攻速 因为敌法他不需要这个20点攻速 本身他攻速就高 火猫又冲来了 这个安娜这场比赛 这个状态还是有问题 这场比赛到了后期对于OG这个阵容影响最大的英雄 除了Tinker以外第二影响大的英雄应该主要是这个屠夫 屠夫这个点是一个标格 像这里正面遭遇了 狼胖子这里果然是被推回来 直接勾过来以后 冰女在后排放大 但是被小玉直接切死 金斩斩 金斩斩这里开启转属性 被对方直接摁在地上摩擦了一波 OGNOTEL跟这个 NOTEL这波跟安娜在切入战场的时间上掌握得非常好 尤其是NOTEL这个点 他在切入战场的时候 对方是挡不住这个地板式的 这样的话等于除了冰女死了以外 第二波双方的切出是蓝胖子这波一换三 而且这波一换三是把对方的Tinker和这个水人全部都击杀掉 另外就是击杀的这个人 是NOTEL击杀掉了一个金斩斩 然后击杀掉了对方GBZ的这个Tinker 也就是说我的中单杀掉了你的中单 我的大哥杀掉了你的三号位 然后这波打完了以后 NOTEL把自己的装备再更新一波火猫拿到自己的飞鞋 这个节奏OG基本就hold住了 因为在刚才那段时间 Faceless他自己的这个节奏续不上 他把自己前期的这个场面上的优势 想用点金化成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这个计划暂时来看是失败的 前四爷这里一个勾咬住 这里大鱼一脚跳踩 踩住两个人以后火猫反杀 小鱼这位给上一个V以后直接开大 这里Tinker跟水人赶到战场 看一下敌法师还在往前追 不追了 转头回去杀另外一侧的这个小鱼 插上一个针眼 对方小鱼开引刀继续往后跑 追不上了 这波追不上了 但是即便没有追上 这波仍然是白白杀掉了你一个屠夫 而且是在你屠夫先手准备杀我ANA的火猫的时候 这个火猫在刚才咱们说 他只有6000块钱的这段时间里面 由于两波团战 一波团战加上一个上路的这波反杀 他的经济现在已经是直接来到了8500 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已经是打出2500的一个经济 这波他留一个魂回家补一波 下路的这个二塔一拆 然后呢 下路二塔刚才是不拆了 下路二塔不拆 先来拆中路的一塔 就如果中路没有这个一塔的话 OG肯定是要把你上路二塔拔掉 然后顺势过来把你的一个中路二塔拔掉 然后转头就拆你一个圣坛 这个节奏打完了以后 火猫就把跳刀钻手里了 火猫一旦把跳刀钻在手里 这个局面就是 NOTEL他把这个局面hold住以后 慢慢的这个 安娜他的心态就会稳定一些 这样的话这个火猫就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些效果来了 在上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就在说 NOTEL他可心态调整的肯定很快 他是他这种老油条 他肯定无所谓 我输一盘就输一盘 我崩了这场比赛我没打好 下一场比赛努力就会了 安娜毕竟还是年轻 但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 年轻人胡起来是真胡 这种热血青年 他胡起来是真胡 他一旦找到自己的状态 他就挡不住了 他上线和下线一样高 这样啊 地法师选择是在分身服务以后 果然是掏了一个A仗出来 那么这个A仗主要是为了针对一下 这场比赛 他这个A仗出来以后 对方再想用水仁去克制这个敌法师 就比较困难了 以前敌法师在面对水仁的时候 就是有几个罚战水 或者这种强单体攻 一般会选择去出灵肯 但是由于现在敌法师的这个A仗的一个效果 他不需要再去出灵肯了 NOTEL这场比赛 你看OG的这个节奏啊 就相比较之下 就相比较之下 相比较之下 就是Fistless这一支队伍 他们就感觉经常是打这个烈士局 你看之前他们那个比赛 也是经常是去打这个烈士局 他们经常会在这个烈士局 然后就用烈士局去翻盘 这里水仁的跳刀做出来以后 也是秀了一波对方这个大鱼 一般他们打烈士局翻盘 在顺风局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这支队伍的一个节奏 并不是很紧凑 你看他在前期顺风局的时候 屠夫选择出了一个点金 然后水仁也出了一个点金 还有别人有点金吗 就是这两个最重要的节奏点 屠夫跟水仁都用2000块钱做了一个点金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 你之前在对限期打出来的这个经济优势 被这个点金给浪费掉了 而且这两个人没有一个需要 这个点金所提供的攻速的 所以等于你自己就把自己 前期对限期的优势给放弃掉了 你想把它转化成一个经济上的 一个碾压的一个优势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而且就是一直没有人去针对 NOTEL的这个敌法 火猫的这个点 针对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火猫这个英雄 稍微崩一崩 现在的这个法系火猫啊 法系火猫前期稍微崩一点 他想补经济很慢的 他没有那么快补经济 所以FaceLoss一波反打 先是秒掉了fly 看一下这里扬刀 JBC这里已经扬刀了 敌法师冲出来 开始找对方JBC的这个Tinker 正面战场这里 小鱼已经是切死了 对方两个抽象油 三个大哥赶紧跑 三个大哥这里赶紧跑 那这个FaceLoss就是到了烈士局 一到烈士局就会打了 那如果这样打到 创一刷 这里Tinker的杨刀出来以后 虽然说敌法是不怕 但是这个火猫有点走不住 这小鱼引刀 过来找敌法 敌法这个blinger刚用过 看一下分身 看到对方屠夫的一个幻象 那么第一头几等给完分身也开了 分身也开了 小鱼应该在这个地方在等这个 这里看到了一个火猫 火猫直接传走 但是敌法怎么办 敌法正面这个地方两个人 两个猪啊两个猪 敌法这里下的大晕锤也是差的不多了 马上能够买出来先锋盾 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深渊之刃的卷轴 这卷轴确实有点贵 我觉得这个大晕锤最坑的东西就是这个卷轴 卷轴太贵了 1550 敌法这个地方遭遇了对方的一个屠夫 屠夫这里直接跳楼走 你看现在这个前期打出来的优势 已经完全给放弃掉了 现在的经济方面 敌法一个人独占凹头 22000将近 然后呢 听个跟这个小鱼都是12000 13000左右的经济 大鱼跟火猫都是追到了10000 这样的话就是10000块钱 大概是你的基本装成型的这么一个时间 看上UTZ这里直接被勾回来 这里一个扬珠 这是一个机会给技能啊 JBC JBC这里没有给技能 那么很好的一波机会没有找到 金冉冉在人群当中也是被对方的一个兵女 直接大招加上队友的输出带走 这波证明着了 一个TC留住了JBC 这个修补将感觉是有点扛不住了 但是但是小鱼从后排切弱 再找安娜 再给上一扬刀 可惜前四爷的BKB已经做出来了 这个大鱼在前排打了半天 没想起来开笔章 A死以后想起来把笔章开开 掉了一会儿血 刷了一下自己的一个存在感 这里都他要表示说 暂停一下 跑得太快不好控制 这里flash打了一个卡了 flash打了一个卡了 这个也是比较讨厌 比较讨厌这种人 直接比赛继续 虎猫这里扔上一个影子 吓唬对方一下 然后自己直接接一个跳踩 但是这个C的效果还在 差了一丁点 这个勾漂亮 布拉格的屠夫这口勾勾得很漂亮 但是无奈的是对方 这两个大哥都冲过来了 自己的这一口咬也是 把自己葬送在了这个高地上面 这样的话下落这个高地 感觉就要高破了 NOTEL的这个装备已经起来了 而且由于有蓝胖子的存在 哥你倒是加湿血啊 喂 喂 喂 你这物理输出啊你是 猜完了想起来给加湿血了 身边四个队友都在 一个湿血都不给加 Jerogs这个蓝胖子 也是被对方这里直接定在原地 想起来给自己加了个湿血 再给让一个夜定在原地 走不了 还是要死 所以拉比克是做出了一个跳刀 拉比克做出跳刀的话 敌法师是又做出了自己的这个大银锤 大银锤是拿到手里面 这样啊 敌法师的这个支配是可以考虑换掉了 下一个装备就换这个支配就可以了 下路的高地塔是被磨掉 但是这个尖珠冰营并没有被拆 OJ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应该是可以去和EG再 再再较量一番了啊 BO5的比赛 看一下这叫跳踩 敌法师过来 开始给输出大银锤 金斩斩这里直接死 金斩斩这里这个地方被对方找到直接死 这样的话这个应该是翻不过来了 应该是翻不过来了 雪儿这波死了以后 没有人能够就是在自己的队友给破掉这个敌法的 A仗效果以后能够提供一个足够长时间的控制 绝对不能指望JBC的这个羊 这个羊是如果要是羊在敌法身上的话 这是绝对要是要出事的 JBC这里应该是在找机会 想要去配合小鱼击杀对方的这个火猫 但如果想杀火猫 刚才应该直接上的 已经拆掉了这座防御塔 应该可以找机会直接上了 但对方的火猫 这安娜的火猫也是很明白 知道你不可能没有人 肯定这个听歌在这附近 我干脆不过去 该怂就要怂 这里fly啊 fly死了 这里大鱼开始 A被动 出被动 出被动 这个大云锤点出来 小鱼这里 及时用一个C解掉以后 开启大招往后撤 火猫两个魂炸过来以后 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输出 NOTC被打出了 一个被动定在原地以后 GBC一刀踩 S4已经是主宰比赛了 前四天这个大鱼 这两比赛是打出了 快打成一号呀 这大鱼是快打成一号 这下点准备出于引刀 假腿跳刀 必张加上一个BKB 还有引刀的话 这个大鱼的输出 就已经很吓人了 这一个勾 勾上来一个大吧 这届比赛如果说 可以拿到这届比赛的第三名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因为在他面前的队伍 是一个1G一个OG 这两支队伍 就是现在全世界最出色的两支队伍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去犹豫的 他就是最好的两支队伍 OG是一个在现在全世界 OG是现在全世界 就是在野鹿子方面 他是在野和稳的成绩之间 融合的最好的一支队伍 OG这支队伍能够拿出来的阵容 绝对也是非常多的 他们目前来看的话 英雄池比较成问题的 其实是安娜这个点 安娜他的这个英雄池比较着急 其他的人的英雄池 都完全不成问题 Notel这个点 他是从远古时期的这种一号位 到现如今版本流行的一号位 乃至于部分中单位 都非常精通的一个选手 Jerrox他是有自己的一些绝活 前四爷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上古巨鱼他的英雄池少说有20个以上 他能够用来上比赛的英雄 少说有20个 所以说这个这支队伍 他们现在的这个野鹿子也是非常的多 WINS的这个问题 就是WINS他的问题就是他有的是太野 太野了 而且他这个队伍里面就是发挥的稳定性稍差 他稳定性不OG 你要说野的程度的话 他肯定别有这条野 他真什么都敢拿 这里让TP也吓唬一下 一张TP吓唬一下 对方走了以后 这里敌法直接在对方 直接上高地柴啊 对方人都不在 敌法这里拿到了蝴蝶 身上带着盾带着蝴蝶 甲腿都扔包里了 这里勾过来以后又是一个爸爸 勾过来以后又是一个爸爸 ANA是不弱 ANA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的英雄池不是特别深 他能够就是说在比赛当中发挥的比较不错的点 这种英雄一般来说相对来说少一点 一个大招顶上去 小鱼直接被秒了 这个勾再勾过来以后 还是勾了一个地法 地法再不拎回去 这里一个TC捆住两个人 这里给上 哎哟这个金山斩用一个传送躲开自己 扔出去的这个变体攻击 NOTEL这里被扬住以后 但是没有人能够形成后续有效的一个输出 这里NOTEL往前顶 四季山上的一个盾还有很长的时间 菲斯勒斯这些比赛看来也是非常的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还在拼 还在拼 作为一个战士 像个战士一样去死 再给一个叶 金山斩这里又是用一个布朗形态躲开这个技能 但是正面战场现在已经完全定不住了 DBZ这次死了以后两个大哥全都死并没有买活 地法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他的这个 25级啊 25级的这个blink blink三秒一个 这一条跳伞踩出了金山斩 看一下有没有后续 给一个F火猫三魂炸过来 终于是 终于是复仇了 那么这样吧 这场比赛马上也是落下没墨 那么我们一会就可以看到 OG和EG的这个BO5的一个大战了 应该也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之前在这个球季赛上面 OG他们在这个决赛上面打的是AF 没有去跟这个EG打一个BO5 我们看的其实不是很过瘾 确实看OG和EG打比赛 你能够感觉到这个是国际 国际最顶尖的这个dota对战 呃 也给你个过来有一个大招 小鱼这里还差一刀直接死 NOTEL这里也是被对方给了一个羊 火猫崩过来以后 最后那么最后也终于打出GD 我还以为OG要最后容易一波进一波对方的泉水呢 那最后还是没有这样 这里金战战同志也是打出了M点 我觉得这届比赛作为Faceless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这支队伍毕竟他们经历的东西 呃太多了 而且这几个人能够凑在一起 能够凑在一起 以靠着奖金去过生活 有成绩才能拿钱的 有成绩才有钱发工资的这种 这种精神 我觉得是现在电竞圈 其实最缺的一种东西 虽然说资本的注入 对于电竞的发展是有帮助 呃但是凡是有利都有弊 啊资本的注入也确实让这些 很多选手在对于成绩的渴望方面 呃不像以前那么的 那就是真的那么迫切啊 真的是那么迫切的一种渴望的成绩 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很多人 就是在说咱们隔壁的鲁瓦鲁 就很多主播其实都比较忌讳去谈这个 但是鲁瓦鲁这个游戏呃 我觉得可能就是资本注入真的是过多了 资本注入过多导致这些 我真的不需要去拿冠军 我也真的不需要去去那 把这个五星红旗举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只需要去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拿着说得过去的成绩 然后呢我再口才稍微好一点 对吧 然后就可以去做主播去赚很多钱 我不需要成绩就成绩对于我来说 其实并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我只要是一个职业选手 我出了名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是电竞圈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 菲斯特斯这些队伍虽然说这些比赛输了 但是他们从败者组 他们在第一轮比赛就调到了败者组 一直打到败者组的决赛才止步 我觉得已经算是一支可以值得大家尊重的队伍了 好吧那么这一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愿意听我的唠叨 或者想要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吐槽去骂主播 喷主播 那么也欢迎大家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或者加点Q群 然后关于这个微信群的问题 微信群我看了一下只能加100人 只能加100人 上一代人就只能去邀请加入 邀请加入还得必须让人家绑定这个银行卡 但是我的微信里边本身人又比较乱比较杂 我又不加太多人我可能又顾不过来 所以这个主要还是以这个微博Q群为主 当然了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点一波订阅不迷路 好了就到这里吧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给大家带来这届比赛的总决赛 OG对战1G的比赛